沙漠土豪迪拜 要吃青菜怎么办呢 哎 社长今天飘了 带领大家来关注世界最土豪城市的民生问题 迪拜的菜都是哪来的 嗯 买来的 这不是废话吗 其实啊 别看十五土豪都住在大沙漠里边 人家照样有地可重 有粮可出 哎 这是耕地吗 怎么是圆的呢 没错 这啊就是沙特阿拉伯的人造耕地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耕地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直接把可耕作土地分割成块 方形可以无缝衔接 因此啊 在农民伯伯寸土必争的斗争之后 咱们的耕地啊 都是紧紧相连的方块 而沙特阿拉伯所在的大沙漠 可耕作土地 仅占全部土地面积的1.6% 这也太惨了吧 用石油换钱 送钱买粮 并不是长久之计 大家在课本里都学到了 石油啊 是不可再生资源 因此 这些沙漠居民很懂得聚恩思维 石油不可再生 那么 电力总是可再生的吧 用石油发电 用电换水 用水把沙漠活活浇成耕地 这啊 就是土豪们的新思路 你看到的那些圆圈 其实啊 是一根水管 旋转着洒水所覆盖的区域 自然 农作物只能在油水的圈里生长 不会也不可能填满 各个圆圈之间的空地 这些水啊 都是由机械运来的 每一滴都要花钱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 石油土豪如何在沙漠里灌溉农田呢 石油并不能买通老天爷 也并不能凭空变成水 当然 更不能直接浇到地里 尽管土豪不缺钱 可是沙漠缺水啊 在沙特 能够用于农业的水比石油贵 这些天价淡水 自然不能随随便便就洒到沙漠里 沙特利用高科技 建立了完善的中心轴灌溉系统 中心轴灌溉系统 组成了这些圆形农田的圆形和半径 圆形式中央塔 为整个灌溉系统提供水源 带着轮子 可以绕轴心旋转的灌溉壁 为田地浇水 整个系统啊 这可真是肥水不留外人田呢 随着科技发展啊 这套灌溉系统 点亮了能点的全部科技术 手机端平台 即可实时监控灌溉实况 无线网络进行信号传输 尽量节约路 云平台实时上传数据 还能自动打印报告 随后啊 还有高清摄像头 给你来个慢直播 浓密伯伯坐在家里 吹着空调 吃着西瓜 就能实时监控田地 看着绿油油的庄稼 在沙漠里茁壮成长 真是治好了社长的精神内耗 大家看看 这么整齐的圆圈 强迫症是不是也得到治愈了呢 烧钱养活的人造农田 能活多久呢 无论多么精密的灌溉系统 核心问题啊 都是灌溉 也就是说水 无论迪拜的灌溉系统多么智能 它的作用毕竟还是把水洒到沙漠里 这些喷溅的水物 处于高温暴晒之下 都喷出彩虹来了 可见啊 蒸发造成了极大的损耗 在2005年 沙特农业用掉的水量 已经超过了年度可再生水量 开始再卖椰田了 因此啊 沙特农业用水 不得不包括回溯的废水 和大量淡化的海水 这些方法都有可能造成土壤严碱化 让好不容易交出的农田板结 重新沙漠化 因此啊 必须继续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首先解决办法 是在海外买田地 没错 把自己国家的农业 蓄木业 放到别人国家的土地上 产出的食品 再通过冷链运输送回来 说到这啊 将社长感叹一句 有钱可真好呀 sorry 有钱真的了不起 另一条出路更加客观 他们要捡温室 建大温室 建大大大大温室 比如说啊 在迪拜机场附近的垂直水培农场 预计每天产出三顿蔬菜 把水封闭在温室里 自然减少了蒸发节约的资源 不过啊 菜价也是直线上升啊 为了点粮食 食物土豪们也是不容易 这种逆天改命的精神 比起他们的财产 更让社长敬佩啊 感谢收看海克思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做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